我在30歲之前 我拼了命去賺錢的了 有沒有令到40歲的你生活更加舒服 我希望有 我希望我可以打好那筋肌 等你40歲的時候 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而不用再為經濟負擔 去迷惑 Hello 大家好 我是珍小妹 今天就跟大家講一個 比較感性一點的話題 最近時不時都會收到一些觀眾留言給我 就說珍小妹 你結婚之後真的人漂亮了 肯定是嫁對人 我可以回答大家是 但確實來說 不是我一遇到小鄭的時候 我就開始變好的 頭一年我們都是非常不穩定的 尤其是我 我是面臨著一個港女 第一次來大陸定居 還剛巧碰上疫情 其實真的有了無家可歸 無娘家的感覺 而且那段期間又面臨著失業 簽了公司又重複 兩個字概括就是非常迷惘 種種的 負能量都是那段期間 踩中了 這個時候我就遇上 同樣迷惘的小鄭 她是屬於那種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小城市的男生 然後去了大城市工作 找不到屬於她自己個人的事業 然後賺的錢就不多又不少 混混惡惡的過每一天 我們一開始都是屬於比較貪玩的心態 兩個人在一起 後面就發展到同居 其實又好像沒有想過要結婚 都是大家當大家陪玩而已 遲了一天都會分手 開心就算了 只是吵架分手 我們自己都說了兩三次 具體的原因就是發生一件事的時候 我就會屬於那種很主動很衝動 而是用事的性格 小姐就是屬於那些過分冷靜 而且不處理冷處理和逃避的性格 這兩個極端的性格出現的時候 就會令我覺得 我是不是要妥協 我妥協了還是不是原本的我呢 我是不是要為了這段愛情 為了這個人 我去改變自己原本的性格呢 說到這裡 我們是拍拖兩年 還有結婚一年 到底為什麼大家會覺得我變了 好像變得成熟穩重了 還有人開心了 狀態又好了 那除了我真的配合了 和適應了我老公的一個慢節奏的性格 最主要的都是我的事業 恢復了以前 或者可以說比以前更好的狀態 2024年的頭半年 我覺得是非常順利的 那賺到錢 有目標 有理想 又可以買到自己喜歡的東西的時候 人的狀態當然是好的 是不是 因為你在做一個自己喜歡的事業 同時它可以成為你的職業 可以賺到錢 那為什麼會不好呢 這個狀態 再加上我現在非常喜歡做運動 其實是羽毛球 其他運動我是不喜歡做的 也認識了一些球友 或者是認識了我的好朋友 跟他們聊天 就會整個人就開始成熟了 畢竟今年也29歲了 明年就已經踏入三字頭了 說實在其實還有一點點感慨 時間現在可以過得這麼快 可以給大家看回我19歲時拍的影片 剛剛高中畢業 跟身邊的同學 路線不同 因為我是一畢業之後 就出來工作了 基本上我是沒有任何升過 想去讀設計 或者讀畫 或者讀我自己想要的專長 後來就覺得 好像家人不理解我 為什麼好像沒有目標 沒有未來 沒有規劃 是我自己覺得很傷心的一件事 19歲最迷惘的就是關於自己的事業 而29歲的我已經解決了我的事業問題 度過了這個難關 39歲的我 我可以想像到 它是會面臨一個上有老下有小 生不生仔未知 它會面臨一個家庭問題 不過現在看回19歲的自己 都是非常之青春 因為那時候唯一擔心的就是錢 究竟要做什麼工作那種迷惘 其實是非常之簡單 但是看回未來10年後的我 我覺得我是很難接受到的 我到現在都很難調節到自己的狀態 是想像一下10年後 我的人生會產生什麼改變 很擔心 也很恐懼 我現在也請了很多人幫我忙 加上小鄭就已經請了4個員工 在我手底下幫我忙工作 真的成立了一個小團隊 好了 在這個和未來10年後的 曾智妹對話之前 就跟大家賣一個廣告 首先大家經常都問我說 為什麼你回到大陸發展 你不去那些抖音直播大貨 聽說那些網紅 一個月可以賺十幾萬 甚至過百萬的 為什麼你不行 其實很想跟大家說 其實一個香港人回來內地 絕對不會發財的 全部都要靠資源 所以其實直播大貨這件事 是非常非常難去入行 我可以說過我從來沒有直播大貨 去買過任何東西 也沒有在這方面賺過錢 所以大家看到我 通常都會做一個好物分享 好物推廣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U-Light的 AIR-FREE 藍寶石冰點脫毛儀 這隻牌子我已經推過很多次了 它都寄了很多產品給我 其實U-Light這個品牌 我是非常認可的 還有拍胸口保證是沒有伏的 不是智商稅 其實它是做得比日本那些便宜很多 而且功能性厲害很多 半年前那條片 也有幾十個觀眾已經買了 大家都反映是非常好的 而且現在很多時候去美容院 都未必做到永久性脫毛 它只不過激光的力量大一點 然後幫你脫一次 維持得久一點 但是你還是要保持過去的 去美容院做的價錢 是非常非常貴的 這部機器才是二千多元 現在在家可以做 又省錢又坑力 隔上次以來都已經隔了半年 其實我都已經懶了很多 一個月差不多只用兩至三次 但是都會看到我生出來的毛髮 是非常稀 還有比較幼細一點 但也提醒大家脫毛這件事 都是要持之而行的 會自己非常勤力的 現在主要是推廣下日大速銷 力度比上次更加高 所以大家上次沒有買的話 你就一定一定快點去充 用這個真小妹的專屬優惠碼 Ulike EZ900 即可以減900元港幣 到手價只不過是2,099元港幣 會送回這個電動的項部按摩 兩支路會膠 物鏡和刮刀 LED化妝鏡和身體魚 加多200元港幣 還可以獲得衛生和收納的消毒盒 IPL強閃光燈波 可以清除深淺層次的毛髮 是不會令到你留下黑色一點點的 亦都有多國家的權威應証 你可以這樣脫 底位都可以這樣脫 超級輕鬆的 它不僅輕 它手感的設計是比較好一點的 然後操作也很簡單 只有兩個用掣 第一個是開關掣 第二個是拍下去的掣 他的閱Kay... 速度很快的 它就能ų打不停足。 不停脱掉你的手的毛 脱唇毛 剛剛好可以黏住我的皮膚 藍寶石冰點科技是超級超級無敵 起碼是為使用者著想的一個很完美的設計 最高檔是根本完全一點感覺都沒有 因為它是冰感 它會立即幫你冷凍 不會有痛感 所以整個脫毛過程是非常舒服的 另外同時還有加推這部 每一次是10分鐘 長按開始就選擇模式 亮膚了 我們家裡每個人都要照好的搞笑 老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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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來我家都要老人員一次 一邊照燈 一邊看自己的影片 我發覺看不到她的樣子是最帥的 沒有這麼討厭 看到她的樣子 我就覺得壓力很大 亮膚模式適合熬夜暗沉懶人平時日常收穫的 這個緊緻模式適合抗老抗初老皺紋 這個超適合老少 我就想著如果她有空來我家 我就讓她用這個 這個收穫模式很適合 因為我用敏感機 經常都會有紅腫 好像疹的東西 很痕 但其實不是豆豆 這個又很適合浩然 它超多豆 我想說 我啦 露燒 浩然 還有你 四種模式全都可以視察 使用的方法都非常簡單 每次洗完臉後 噴爽膚水就可以直接照燈 一天用一次 每次十分鐘 這種美容燈在外面做非常貴 現在在家都可以做到 到手價是3499元 同樣都會買一陣燃 有三合面膜 有U枕 還有一個防曬毛 所有的東西都有兩年的保收期 15日的無理由退化 還有免運費 香港本地發貨的行貨 兩到三天就會到你家 配送的範圍 還包括台灣和澳門 大家記得 每個團購的優惠碼 有對應的專屬網子輸入 才會獲得這個團購價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這兩部機 就記得記得 去我下面info box的連結去購買 Vuelite這個品牌 我都推介過身邊一些 比較熟悉的KOL朋友 反應都是 這隻牌子真的不錯 其實真的可以比美到很多 外國的美容產品 而且它的價錢非常優惠 好了 最後就是給10年後的珍姐妹一封信 可能會哭 我不知道 10年後的珍姐妹你好 不知道你現在的老公 還是不是同一個 應該是的 除非不是 就算不是也不要緊 感情這件事都是順其自然 夾走一層不夾走散 其實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非常微妙的 決定結婚和決定離婚那一刻 都會有各自的原因 各自的心態轉變 所以不需要強求 也不需要猜疑 只要現在 你狀態是對的話 過得開心的話 就是非常好的 現在的我非常滿意 雖然我還很介意 他沒有給我一個浪漫的求婚 我們的愛情都算不上什麼 空空烈烈 自死不如 但有好幾次 我自己和身邊的朋友相處 男性的朋友相處也好 或者和婦女團說八卦 說起他們老公的壞事的時候 我都會感嘆一句 幸好這個人不是我老公 幸好我老公不是這個人 通常來來去去都是說 男女的主婦地位不平衡 所以女性方面就受到委屈 例如老公出去賺錢 就長大了 回家就做大事 家務又不做 有一個媳婦去服侍他公婆 而且又一起住 甚至我聽過是晚上十點之前要回家 如果不是的話 兒子又沒有人籌 我心想大家一起住 那個是你的孫 你叫他生的時候 為什麼你一點責任感都沒有呢 有時候都很氣憤 這種婆式關係 希望不會發生到我頭上 幸好我老公不是這樣 畢竟都是我自己選的男人 我眼光真的好 除了愛情 我希望我們更加珍惜的是 這一份好像兄弟一樣的 朋友之間的死檔感情 就是我們是互相配合的 無論在事業上面 生活上面 還有家庭方面 我們都是互相扶持的 然後十年後的珍小妹 你有沒有決定生嬰兒啊 你真的生了 老公答應了你 做這個全職奶爸 有沒有實現到呢 因為此時此刻的我 真的很不想犧牲我的事業 還有未來 去對一個新的生命負責任 此時此刻我非常恐懼 焦慮 還有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還有未來我覺得 我也不會有這個心理準備 如果十年後的你沒有生孩子的話 你們的感情 是不是依然都是這麼穩固呢 還會不會好像現在 晚上兩個人 坐在電視機面前追劇 然後喝一杯小酒 或者突然走去樓下 吃個宵夜 然後兩三點還在這裡打遊戲呢 一起變肥 一起減肥 一起做運動 老公 你有沒有變成這個羽毛球高手啊 練了這麼多年了 還是這麼糟糕的嗎 你有沒有變成一個 肥肥的中年大叔呢 你還是不是每次紀念日都只會送花啊 好不不送花 好不送其他東西啊 好悶啊送花 我不喜歡花啊 親愛的外公 你還是不是在這裡啊 如果你不在這裡的話 我會很想念 我知道 四十歲的我可能會面臨 和家人分離 前前次刻我是接受不到的 我不知道我怎樣去面對 但我相信四十歲的自己 已經足夠堅強去面對這一切的內臨 那不知道媽媽 你的身體是不是好像一隻牛那麼強 是不是還可以搬到一個很大的行李箱 是不是還可以到處去旅行 和姐妹去跳廣場舞 我想我開始在二十九歲 知道你老了的樣子 開始覺得很難受 十九歲我總是處於那種 會怪罪父母 沒有好好幫我鋪未來的路 沒有支持我選擇 但二十九歲我覺得已經過去了 雖然我一直都不覺得 原生家庭是非常之幸福未活 但是都不差 都不好不壞 是一個屬於自己的人生 未來我會有很多自己的選擇 我的父母 活好他們的晚年生活 盡量是沒有病沒有痛 我希望賺更多錢給你更多家用 讓你可以去更多不同的地方旅行 那我就不陪你去 因為我覺得我跟你不太合 我覺得你和你的姊妹去玩會開心 不要跟我去玩 我想自己去玩 我覺得不合的人是不需要一起玩 各自開心各自精彩 三十九歲的燈小妹 你的事業有沒有比現在更加好 我在三十歲之前 我拼了命去賺錢 有沒有令到四十歲的你生活更加舒服 我希望有 我希望我可以打好我的根機 等你四十歲的時候 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而不用再為經濟負擔去迷惘 我希望我未來十年都是很勤力 趁我現在三十多歲去努力 找到更多的錢 去鞏固我未來的生活 如果四十歲的你遇到經濟困難不要緊 始終會過去的 是我們最窮的時候 每個月兩個人用五千元的收入的時候 我們都熬過了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你賺錢會有一段期間 你落學也會有一段期間 過了去 生活也要繼續 珍惜願在才是最重要的 大不了你就和老公回香港 做回服務員 反正香港的最低工資一直都是這麼高的 只不過失去自己的事業 但不至於找不到錢 其實去咖啡店每天 沖咖啡我覺得都不錯 這個也是我一個挺喜歡的職業 如果你遇到這個家庭困難 放心吧 跟隨你的決定去做 就算全世界都反對你 我都會站在這一邊 因為我知道你做的事 你的決定一定是沒錯的 你一定一定不可以等到自己受委屈 知道嗎 因為你受委屈 你就一定會哭 你哭的樣子非常養衰 好吧 那十年後的你 記得要好好地繼續活下去 活得開心 今天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關於我背後有個男人 你是誰 你是誰 你好雜逼喔 兩邊屁股都好酸 你知道我剛剛在拍什麼嗎 我在拍那個 給十年後的自己一封信 那你覺得你十年後 你會跟自己說什麼 你想像一下你自己十年後 三十四 三十五 我十年後結婚了嗎 結了吧 生了吧 你肯定比我早生 但是我覺得我不會生 哦好吧 十年後 那你還做現在這份工作嗎 那如果說十年後結婚的話 那可能會覺得 結婚了就是會被板桌吧 被家庭吧 那現在的話 挑毛的渣男 渣男 特別是有小孩之後 你會覺得 你不能就是 隨便做一個事情 就是不敢 不敢做 因為你有個家庭 你要為這個家庭負責 不能說 我還能像現在一樣 我要出去喘待一下啊 我要去哪裡玩啊 我去中國旅遊 我隨便走啊 不行 那就不生美 對 所以說 來來來來 不生同盟 目前年輕人可能會生比較 淡淡年輕人 啊記得避孕哦 啊記得戴套哦 啊不是 這是偏自私一點 十年後你就不在了 十年後 十年後你也不在了 不在呢 到貓心了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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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老公 一句話對十年後的自己說 不要變兔頭 不要變兔頭啊 如果變兔頭 我要去直化 啊 為什麼你這麼簡單呢 這些東西都 啊 難道生了十個八個B 出來嗎 你生了我睡吧 我28歲 那我十年後 是不是好像你這樣 如果你保持得到我這個呢 你已經 你已經 對 對 我希望我 38歲的時候 可能都繼續打眼科 你說你要打球打到60歲 對 我要打球 打到80歲 60歲還可以在球場上發揮自如 60歲之後呢 就慢慢 把節奏慢慢降低 沒有可能會做到什麼 跳實啊 或者怎麼樣 現在我打你們這些 不夠啦 不行啦 不夠啦 無情的表 以為我情得他 火雲在樓頂位不停的下 謝謝大家